其实我觉得我不是最辛苦的人 我没有说我是全台湾最辛苦的人 因为我相信比我家辛苦的人还有很多 你说店面17屏里面 我们一定是大多数的位置都是留给顾客 总不能说17屏的店面 2屏给顾客 剩下我们家自己睡觉吧 你有看过这样做生意的人吗 我给大家看几张我好不容易找出来的照片 这真的是找很久 因为我们家开早餐店很忙 几乎不拍照 因为根本没有时间 这个是我的房间 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同学要来我们家里玩 所以我们要把床立起来 才有空间让他们在我的房间里面 可能玩游戏或什么的 所谓的柜子是长怎样 有人就说 那你一平旁边还要放衣柜怎么可能 就是放这种最小的 你在IKEA或是家乐福都可以买到的 然后把它叠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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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这就是我们家的柜子 那你看这个双人床 也不是属于家大的双人床 基本上就是150乘180公分 所以旁边基本上还有50公分的空间 在这样子比较狭小的环境里面 还可以去放柜子 所以当同学要来我们家玩的时候 我们是要把整个床都翻起来 才有空间让他们能够来坐的 第二张照片是我的客厅 我刚刚讲的一瓶是指的是房间 很多人去断章取义讲说 那你客厅餐厅房间全部都一瓶怎么可能 我讲的很清楚是房间 那这是我的客厅 我的客厅你可以看到书桌非常的小 然后呢你看到这里有一个桌椅对不对 拉门的外面就是我们家的 就是我们家的那个 就是工作的场域了 就是餐厅了 然后这是我 然后这是我的房间 好 再来呢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我的照片 那我们家的柜子放在哪里呢 其实就放在床上啊 所以那些那个躺在一瓶 你躺在一瓶的那个空间里面的人 怎么没有放几个柜子在你的床上呢 就是昨天最近不是有一个低下的 这个品格低下的节目 画了一瓶放了一个床吗 你们可以在那里睡15年看看啊 就是你睡一天当然很爽 那你睡15年呢 那你的柜子要摆在哪里呢 就摆在床上啊 好 就跟你的床挤在一起啊 这里就有照片给你看 这里是床 这是被子 我们的衣服就是放在床上的 然后呢 再给大家看 你看这个也是 我们的柜子放在哪里 因为没有空间放 这是床嘛 对不对 可以看到紫色这个 旁边是柜子嘛 对不对 我们的柜子是直接放在床上的 我们的柜子是放在床上 不是放在地上的 而且我们家 刚刚有给大家看过 我们家是没有床架的 是直接把床垫放在地上的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 然后呢 最近有人新开始造谣一个 就说 你们家不是很穷还弹钢琴 这台是电子琴 这样看应该很清楚了吧 也是二手人家不要给我们的 二手琴 那我妈妈一直都 希望我可以好好读书 多学一点才艺 他们所赚到的钱 几乎都用在我的身上 因为他们觉得 做早餐店虽然可以赚一点点的钱 可是很辛苦 他不希望他的女儿 长大以后跟他一样 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然后再来呢 这个是我的床啊 所以我所有的游戏啊玩具啊等等的 全部都是对在床上 我不晓得大家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很宽敞的空间吗 但是再怎么看起来都很小啊 好 这个也一样的 好 这个就是我那个脸书上有放的 恋琴的 因为我妈妈就希望说可以多学一点才艺 那说不定对弹琴有兴趣的话 那以后可以往这里发展 结果呢 很惨 完全没兴趣 就浪费掉 对不起妈妈 弹得很烂 什么邪论 然后这是我家里的那个 就是餐厅 就是工作的地方 早餐店 对早餐店下班以后的桌椅 我就在这里吃饭 所以我们家没有餐厅 我们家的餐厅就是早餐店的客桌椅 我就在这边吃饭 后面可以看到这边都是早餐店 放牛奶啊 器具啊等等的 所以我就是跟这家早餐店生活在一起 一直到我年纪比较大了 到我小学五年级 才搬到楼上去 那时候经济条件终于有比较好一点 我妈妈一开始来办这家早餐店的时候 也是跟她的母亲借了三十万 才开始做这个营业 然后你看 我念书 除了在书桌上写功课以外 我平常读书也是在我的床上 放在床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是我家的客厅 唯一的一个电视 那也就是那个走道 这个走道后面就是厨房了 洗衣机也放在里面 左边这里就是我们家的房间 那这个就是客厅 其实也是非常的小啦 然后 对 这个也是我的床嘛 所以平常生活的空间 我所谓的房间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说它是一瓶呢 还是一瓶多呢 具体的数字我也没有办法算给你听 但是我大概想像的这样子的空间 就是一瓶左右 没有差的很多 好 那你看 就大概是这么大而已 那我可以请问一下 就是你的妈妈在知道这一波新的攻击手法的时候 然后他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底气或打气 或至少想要跟你 透过你想讲些什么吗 他就很生气啊 他觉得我们家瓶手之足去赚钱的 过去的环境条件也不是很好 从一开始跟家人借了30万创业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从我四五岁的时候幼儿园 我就在家里一起帮忙家里工作 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会送奶茶 然后呢一路到了我小学五年级 终于存到了一点点钱 那搬到楼上去 那开始有能够有自己的房间 否则我在15岁 诶13岁吧 小学五年级之前 都是一家三口哦 你要想哦 小学三 小学五年级女生已经发育了 但是我们还是因为没有地方住 所以我们是一家三口 睡在就是刚刚那张床上 你可以想象 就是柜子也在上面 衣服也在上面 那张床 这张床上挤了三个人 爸爸妈妈跟我 所以其实是非常拥挤的一个情形 那后来总算是赚到一点钱之后 我们就搬到楼上去了 所以他就很气愤啊 觉得就是说怎么可以造 就是辛苦 呃怎么讲呢 很多的事情小明都跟我的处境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比较特别 就你也不会说你是最辛苦的啦 对我们还很幸运 因为我们还赚到了一点钱 虽然不是那么多 可是妈妈有时候喜欢买一买小的精品 二手的 其实你说买二手精品需要很多钱吗 那个折价都折很凶啦 而且你刚给我们看的照片是你很小很小的时候 可是到后来等于说累积到一定的年份之后 你们也做起来了不是吗 对我们做起来了 像我脸书上有写到一个 为什么我会印象对于两万块 其实我两万块还稍讲了一点啦 为什么我会讲到两万块这件事情 是因为那一天是大年初一 很多网友酸言酸言说 大年初一哪有人来出门的 错 完全错 因为以前呢 过年期间所有的店都没有开 很多人想要吃早餐 就在路上找来找去看有没有早餐 就过年有开的反而生意特别好 对 那那时候因为我的爸爸他要回苗栗过年 但是我妈妈坚持365天我们都要营业 所以就拉着那时候应该是国中的我 然后包含煮奶茶磨豆浆 所有的一切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做 然后那天生意爆炸好 那最后结算的时候我妈妈请我去算钱 那就算到了两万多块 那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我心里就有个感受说 原来只要你够辛苦 就是你只要够努力 对 在别人都在休息的时候 你还坚持工作 你就可以有代价 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其实我现在在从政部也是如此嘛 我会工作到两三点跟测意奋战 然后我会晚上很晚的时候还查资料 这个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工作所累积的啊 所以虽然我觉得我过去的小孩 我们数钱数到了两万多块 然后我觉得原来在别人都在休息的时候 我只要够认真 虽然很辛苦 可是会有代价 那那就变成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我从之后我就一直用这个心态 在做我的工作 可是巧欣我发现在你放这些童年的照片的其中一篇 应该是在照片还是整个贴文的旁边有一个这个网友回应 他就说巧欣你应该多听亮哥的建议啊 就是说就不要再出来回应啦 其实那时候你有特别回这个网友对不对 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是会一一针对这些议题出来回应呢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你其实我其实已经很多天没回应了 就是说除非有新的市政的话 不然的话我都会请媒体去看过去我已经回应过的部分回答 那所以说其实就是如果他们问的问题是过去已经问过的 那我就会请他们回去看过去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些就是你在唱片写说你这些其实是 想要回给真正爱你跟关心你的人知道 对这些东西不是给侧翼看的 这些东西不是给四叉猫看的 四叉猫当然又很高兴的做了一个3D图 然后把我家做的很整洁很漂亮像样品屋一样 可是你只要对照我们家的这些照片 你就知道不是这样了 我觉得我今天要做的回应 不是给侧翼 不是给塔绿班 不是给网军 不是给绿营 是给那些真正在乎我的支持者 他们很关心我 他们会想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要对他们负责 而不是对那些塔绿班负责 都不得了 个月 都不得了 帅小冬 都不得了 都是被带 我们最王农主的 最王农主的 都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